这一小节介绍所谓的凹凸函数 所以第一个什么叫凸函数 其中你的定义域是凸集合 也就是说我考虑x跟y这两个点 然后α是0跟1之间 所以这个就会是x跟y之间的线段 比如说α等于1分之1 那就是1分之1x加y 就是中间那个点 α等于1的时候 就是x 这一项不见 α等于0就是这一项不见 等于y 所以这个是线段 那这一个线段 也就是说x跟y中间的线段的点 然后你对照它上去这个图形的这个值 那如果这个值呢 小于 这个是你的端点 f of x 然后这是f of y 两个端点 然后你再把这两个端点给它做线段的 连结 那如果呢 你这一个线段 永远大或等于你底下这个曲线的时候 称为凸函数 我知道这个名词呢 跟它的图形直觉呢 是有点 有点不容易搭起来的 而且甚至搞混 所以我这门课呢 都会讲上凹跟下凹 比较容易清楚 不然你看图就觉得奇怪 它应该明明是凹啊 为什么叫凸 这数学上跟直觉上 集合上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到 那如果呢 你的线段呢 是在你的曲线的下方的话 就叫凹函数 那我这边叫上凹 这边叫下凹 好 那它的解释是什么呢 凸函数的解释就是说呢 你的线性的差值 也就是你的线性的差值 过度的估计了你的函数的值 也就是这里的差值的 线性差值的这个所谓的估计 那这个是你真正的 所以你在它上方 所以叫over estimate 过度的估计的 那这个函数呢 称为严格凸函数 如果呢 小或等于是小于 那α呢 是在没有包含端点的情况 那像这个函数呢 就会是严格凸函数 那如果呢 你的-f呢 是凸函数 那本身称为凹函数 也就是这两个地方 你把它颠倒 180度的意思 那但是呢 这一个呢 数学定义 当然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数学定义 来验证一个函数 那我们后面会教 比较简单的方法 利用微分 接下来呢 我们看目标函数 不管是这个上凹 或者是下凹 那当然这是 这个1度空间 2度空间的观念 那你如果扩充到n度空间 你有n个变数 它概念上是怎么样的 我们是沿用这个数 这样比较清楚 讲上凹下凹 这样比较清楚 什么叫上凹函数呢 比如说那你认取两个曲线上的点 你给它画一个线段 这个线段呢 位于你这个曲线之上的话 所有的点哦 就称为上凹函数 所以这个绝对值 是一个上凹函数 不过呢要特别注意到呢 这x在这个0的地方呢 是不可以微分的 这是微积分 不可以微分也是可以 做最佳化 比较麻烦 我们这本课当然也不会交 那如果可以微分的话呢 比如说呢 这是我常讲的 画一张图片 x平方 另外一个呢 是-x平方 图往下凹 如果你在学微积分的时候 你如果呢 把这两张图片 跟你的微分 合并在一起看的时候 你微积分就会了 微分的九极值 跟应用就会了一半 不夸张 比如说g of x 等于x平方 所以它一次微分呢 等于2x 二次微分呢 等于2 对所有的x都大于0 那这个函数呢 称为上凹函数 所以这个呢 会是一个 广域的极小值 那如果是h of x 等于-x平方 它的一次微分等于-2x 2次微分等于-2 小一点 长这个样子 它是一个 对所有的哦 x要求很严格哦 称为下R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广域的 集大值 那我们在前面讲的这个p of x 长这个样子 它的二次微分 长这个样子 五次方微分变成四次方 四次方微分变成三次方 然后把系数拉下来相乘 就变成十 那各位放心哦 因为我们这门课不是微级分 我们也假设各位同学会微级分 所以我们这门课不会考微级分的内容 那p的二次微分 在1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 等于这个 1呢 是在 对不起哦 1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函数呢 在这个地方呢 是上凹 2 2 3 3的这个地方呢 这个函数呢 是什么小一点 下凹 所以它有时候上凹 有时候下凹 有时候上凹 那这种函数呢 要求 广域极值的话呢 就会很复杂 那问题来了 如果呢 你的变数呢 维度大后等于2怎么办 好 这个步骤是这样 第一个求它的二次微分 然后呢 在某些情况底下呢 它会是对称 这是二次微分矩阵的这个符号 我们待会下一节会复习 怎么去求它的微分矩阵 第二个步骤呢 是求它的特征值 A 这个二次微分矩阵 减掉lambdaI 行列4等于0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是各位同学学 这个线性怠数的时候 所教的内容 至于怎么算 我们这门课呢 假设你在那门课 你学会了 所以呢 我们把上面 这个二次微分矩阵 定义为 这是三个符号 不是三条线 定义为AA矩阵 然后 接下来呢 判别的方法很简单 第一个 如果你的特征值 大或等于0 称为半正定 那么它是充分必要条件 非常严格 它就是上R函数 比如说 f of x 等于x1平方 加x2平方 两个变数 它的特征值是22 所以它是上R函数 符合我们的直觉 对不对 永远都开口朝上 那如果呢 你的特征值是小微 0 小微等于0 称为半负定 它呢 是充分必要条件 是下R函数 比如说呢 前面绝对是平方 都是加一个负号 它的特征值呢 就是-2 所以它是往下 下R 所以它是一个广域的极大值 那各位知道呢 从函数特性也知道 这个是大或等于0 这个大或等于0 所以它永远大或等于0 这个东西小或等于0 这个东西小或等于0 这个东西小或等于 永远小或等于0 所以当你等于x1.1.0 x2.1.0 学习一个新的概念的时候 你要去用一个简单的例子 来强化你的概念 就像我们前面用一个x平方一样 你会画图 你知道它的解的性质 所以基本上呢 你这个时候才可以透过你的几何 画一张图形 或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跟你这个复杂的代数 求特征值基本上是一个代数的行为 可以把这两个观念结合在一起 这是学习这个数学 一个方法